丈夫整容变成高富帅,接连四年都不肯回家,连妻子的电话都拉黑掉,2019年,一对男女在街头争吵,二人看起来身份地位相差悬殊,男子账相精致,身穿西装,开的是豪车,俨然一副霸道总裁的模样,而吵架的女人则普普通通,要不是她们的话语中提到抚养费和孩子,任谁都不会想到她们是夫妻关系, 从女子的哭诉中,路人也听懂了二人的矛盾,首先这位霸道总裁丈夫是假的,起初她相貌普普通通,出身于农村又没什么学历,直到她接触了整容之后,人生就变得与众不同,整容成了高富帅的丈夫,开始挽起了失踪,甚至不与家里联系,甚至把妻子的电话拉黑,除了每月按时收到丈夫2000元生活费,女子便再也没有丈夫的消息, 费尽心机都联系不上她,这种守活寡的生活持续了四年,直到一次女子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一个熟悉的视频,夫妻长久分居的困境才得以解开,揭秘案件,洞见真相,每一案都是社会的缩影,欢迎订阅奇闻风吟说,女子名叫陈亚丽,她提起丈夫罗志强,那是又爱又恨, 爱是因为二人曾经情投意合,恨是丈夫四年前不辞而别,从此消失无踪,每个月银行卡上按时收到的2000块钱,是得知丈夫还活着的唯一途径,也是丈夫良心尚存的凭证, 2019年陈亚丽刷到一段视频,是一个开号车穿西装的霸道总裁,陈亚丽只看一眼,眼睛就再也移不了,视频中的男子帅到初期,她的眉眼间竟与失踪四年的丈夫有几分相似,陈亚丽的丈夫名叫罗志强,账相平平无奇,陈亚丽也幻想过丈夫整龙变帅的样子,但始终没有一个具象, 直到刷到这个视频,陈亚丽惊呼,如果丈夫变帅了,大概就是这副模样,视频中的高富帅就是高配版的丈夫,陈亚丽翻遍了男子账号内的视频,越看越不对劲,直觉告诉他这就是自己丈夫,夫妻共同生活了五年, 丈夫的微表情和小动作,陈亚丽既已犹新,视频中的男子除了有种熟悉感,姓名也让人起疑,账号显示男子名叫罗子瑞, 跟丈夫长得像,又是同性,世上哪有这窑巧的事,陈亚丽又查看了男子发视频的地址,显示是长沙,跟丈夫说要去打工的城市相吻合,陈亚丽几乎可以断定, 这个高富帅罗子瑞就是自己失踪四年的丈夫罗之强,当陈亚丽翻到罗子瑞秀恩爱的视频,评论区罗子瑞还和一位女子互相称呼老公老婆,陈亚丽彻底坐不住了, 无数情节在脑海中演绎,丈夫之所以四年不回家,就是在外面失业有成整了容,还有了新欢,便开始嫌弃家里的黄莲婆了, 四年间独守空房的委屈再次涌上心头,陈亚丽内心气愤,他发誓一定要给自己讨个公道,收拾完行李,陈亚丽便马不停蹄赶到了长沙,找到了视频中男子的工作地点, 一家美容整形医院,罗子瑞视频中频繁出现的豪车,此时正好停在整形医院门口,丈夫抛弃妻子失踪四年, 在露面时已是霸道总裁,开豪车穿西装甚至还整了容,妻子陈亚丽坐不住了, 尤其是看到丈夫有了新欢,一怒之下跑到了丈夫工作的地点,位于湖南长沙的一家美容整形医院, 其实陈亚丽自己内心也犯低谷,他不敢确定视频中的高富帅是不是丈夫, 只是长得有点像外加都姓罗,如果视频中的高富帅真是失踪四年丈夫罗志强, 那他真是彻头彻尾改造了一番,也许是冥冥之中天意安排, 陈亚丽正找到医院前台药人,罗子瑞恰好就从门口路过, 看到真人的那一刻陈亚丽坚定了,这熟悉的感觉一定是丈夫, 高富帅看到陈亚丽现实愣了一下,随即也不再伪装, 坦诚了自己就是陈亚丽的丈夫罗志强,双方剑拔弩张, 憋在心中长达四年的无名火一触即发, 当时就在街边吵了起来,陈亚丽怒骂罗志强是整容版的陈世美, 一个人跑到长沙逍遥快活,整天住别墅开好车, 身边还有美女相伴,留自己和儿子在老家受苦, 每个月还只给两千块钱生活费来打发脚花子, 陈亚丽霹雳啪啦一顿骂,给罗志强也整猛了, 他当即怒斥妻子,你能不能有点素质? 大庭广众之下,污蔑人很开心嘛, 罗志强见妻子难以沟通,便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了调解员, 罗志强直言自己表面的光纤都是假的, 豪车是贷款买的, 西装和高大上的办公地点都是公司的, 每个月要还七千元贷款, 赚来的钱还要给家里寄两千元, 自己手头很拮据的, 并不是视频中展示的那样, 陈亚丽闻讯又来挑刺, 你说你没钱, 据我所知, 整容很贵吧? 你能把之前的脸整成这样, 没几十万不够吧? 罗志强一脸无奈, 整容是公司, 在自己脸上做实验练手的, 所以不收费, 自己也并不喜欢整容后的自己, 说到自己改名罗子瑞, 只是因为在高端整形医院工作, 之前的名字会显得太土, 见陈亚丽, 依然不依不饶。 罗志强也委屈了, 指着自己整容失败的脸, 开始哭诉, 从眼睛到鼻子, 从嘴唇到下巴, 全身上下没有一出是成功的。 陈亚丽依然坚信, 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, 每个月赚几万块, 却只肯给家里寄两千元, 怀疑他把钱朵花给了新欢, 陈亚丽当场拿出手机, 泛出高富帅罗子瑞的视频, 找到了他与新欢晒的合照, 以及在评论区秀恩爱, 互相称呼老公老婆的证据, 看到如山的铁证摆在众人面前, 罗志强终于没有了底气, 只是苍白地解释着, 那个女人是自己的同事, 关系十分正经, 合照是其余同事屁的, 评论区是在闹着玩, 这番解是自然不能让陈亚丽信服, 他继续诉说着, 丈夫离家四年的罪恶行为, 这时罗志强也忍到了极限, 他打断陈亚丽的话, 怒斥他整日不思进取, 长得不好看又不懂体贴人, 甚至直言陈亚丽已经配不上自己, 说罗志强打算离婚, 丈夫整容成了高富帅, 抛弃妻子失踪四年, 直到一则秀恩爱的短视频暴露了行踪, 夫妻二人在街边对峙, 丈夫罗志强怒斥妻子长得丑, 又不思进取, 已经配不上今是今日的自己, 所以他准备离婚, 妻子陈亚丽傻眼了, 四年没见面我骂骂你都不行, 怎么说你几句你还急眼了想离婚, 当年你那副账相我有嫌弃你丑了吗, 现在你整容变帅了, 就开始嫌弃糟糠之妻了, 原来陈亚丽在结婚之前是妥妥的大美女, 她与罗志强是在网上认识的, 属于网恋, 二人聊了一年多, 罗志强都没有见面奔现的意思, 后来陈亚丽才知道, 是罗志强自认长得太一般, 家庭条件也差, 就没有底气见面, 后来在陈亚丽的坚持下, 二人还是见面了, 果不其然, 罗志强外貌很一般, 身高绵绵强强, 脸型眉眼口鼻, 甚至是皮肤, 都跟大美女陈亚丽天差地别, 陈亚丽当时年轻, 认为男人的账相和家境都不是大问题, 最重要的是人品好, 陈亚丽认为, 罗志强做人很真诚, 便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, 与他交往了, 原本二人的发展没有那么快, 远远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, 直到陈亚丽的父亲意外去世, 二人的婚姻得以顺利推动, 原来陈亚丽老家的风俗, 是老人去世后, 子女要在一百天之内结婚, 这样可以充其有利于后代, 加上陈亚丽是独女, 家中没有了男丁, 便索性决定结婚, 让罗志强当了上门女婿, 二人结婚之初很幸福, 陈亚丽还生下一个儿子, 可好景不长, 婚后陈亚丽才得知, 丈夫罗志强曾经欠下六万元的网贷, 整天有人上门催债, 搞得家里不得安宁, 陈亚丽和母亲一番商量, 母亲便找人借钱, 帮罗志强把账平了, 本以为岳母如此帮负, 罗志强应该感恩, 其料接下来, 他便提出要去长沙打工赚钱, 从此便没有了音讯, 四年之后在露面已经整了容, 开着豪车有了新欢, 还在美容整形医院当经理, 按照罗志强的说法, 他入赘之后一直感觉没有尊严, 而且岳母和妻子替自己还债后, 整天在家骂他赚不到钱没出息, 争吵导致他与妻子的感情也消耗殆尽, 罗志强决定逃离这个家, 便外出打工消失了, 他唯一残存的善念, 是每个月按时给家里达两千块钱生活费, 如今的罗志强更加感觉妻子配不上自己, 便果断提出了离婚, 陈亚历没有挽留, 他同意了离婚, 前提是每个月给孩子的生活费要翻几倍才行, 一方面陈亚历认为罗志强现在很有钱, 妻子孩子越来越大, 两千块钱也确实不够花, 罗志强也坦承了自己的窘境, 直言自己买豪车, 加上生意失败, 欠着超过四十万的贷款, 每个月都要还出去几万块, 不是自己不想给儿子加生活费, 实在是能力有限, 陈亚历也叫来了自己的母亲商量此事, 一番唇枪舌战之后, 双方达成了共识, 生活费还按照每个月两千块钱的标准寄给家里, 但是需要偿还岳母那六万元, 以及一次性支付陈亚历和儿子十万元离婚补偿金, 为了顺利和妻子离婚, 罗志强只能咬牙答应下来, 目前他唯一的遗憾, 是敢绝对不起五岁的儿子, 和陈亚历的夫妻感情可以抛下, 这血浓于水的父子亲情该怎么割舍呢?